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999朵玫瑰 掳获了多少人的心的台正销 一个非常畅销的流行音乐歌手 当然他自己也创作 也制作 而后来他其实创作了非常多的福音诗歌 很特别哦 所以有一些人就称他为数字情歌王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 他也是用数字 因为是用圣经里面的八福 写了一首比较轻快的歌 到底他要唱出什么样子的祝福送给你呢 一起来欣赏台正销的八福 虚心的人又负了 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 爱痛的人也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又负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几颗木仪的人又负了 因为他们必得宝珠 我们应当欢喜和快乐 因为有主的爱陪伴着 在世上有周光和作严 让生命充满感谢 年轻人又负了 年轻人的人又负了 因为他们必得梦连续 清醒的人也有孤狼 因为他们必得健身 天才才能保持来 十分之一 能发誓 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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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公开讲到 被记录下来的唯一的一篇讲稿 那在整个学习灵修的过程 就想到 我曾经写过一些数字情歌 那所以我就想 也要为上帝写一首数字情歌 那在写的过程 其实一开始这个歌的旋律 已经先写好了 那一直都没有想到 到底要填什么词进去 是最恰当 那后来经过了一些祷告 跟上完这个八幅的课程之后 就有这个灵感 把整个合合本的经文 可以说是也没有改动多少的字眼 可以完全地套入这个主歌里面 那到了副歌 就可以自由创作来发挥 那而因此完成了八幅这首歌 现在可以透过这首歌 来祝福大家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我会跟他说 如果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 那你可以去睡个觉 或者去喝个咖啡 休息一下 看部电影 不过我倒是觉得 其实不要这样做 最好的就是 给自己一点压力 给自己一个期限 当你有一个目标 定在前面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很专心地 很快地 可以完成这首作品 那么另外呢 也要给自己做点功课 比方说呢 可以让自己在放松的时候 多听一下歌 听听别人的作品 去分析一下别人的作品 最后很重要的就是 要常常祷告 求天父赐下灵感给你 去完成这首创作 当你再回到 你要创作的那首歌的时候 可能你往往会发现 有很不错的意外的收获 那我想到一首歌就是 心要让你听见 爱要让你看见 就是呢 我认为写歌 是一种上帝 赐给你的礼物跟恩赐 所以不要埋没它 好好地发挥 尽量呢 把你想创作的歌曲 透过音乐表达出来 也可以荣耀神 也可以祝福别人 带给别人温暖跟快乐 很特别吧 就是圣经里面的 所有的福气 都在一首诗歌里面 送到你面前了 有的时候呢 圣经没有那么难背 从音乐里面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 所以欢迎大家 持续地锁定我们的节目 为你唱新歌 每天为你介绍好歌 因为有助的爱 陪伴着 在世上有做光和作严 让生命经历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